击战到下午四点多战斗胜利结束 三百多名日军全部被剑 敌人的武器弹药全部被剿 其实抗连战士实施诱敌深入的计策不止于我一次 1930年日口调来日军奉天教导团 网图消灭我抗日连军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 被东北人民称之为密林之王的抗日英雄杨靖 率领抗连部队采取巧妙迂回战术 避开敌人锋芒有敌深入消耗敌军力量 他命令战士假装败退 部队十八天行军迁于礼 在驴树子一带射下伏兵 敌人重计进入伏击圈 杨靖一直用下打敌人措手不及 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 一举歼灭了其主力部队 在东北抗连经历的那种战史上罕见的临海选源 艰难陷入 冷云等女战士坚持下来 要比其他战友付出更大的力 同时这也是鼓舞男性战友们的一种动力 一年多的部队生涯 让冷云从一个文静的女教师 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女战士 随后她被上级派到妇女团担任指导员 而此时冷云已经怀孕了 每天挺着大肚子 艰难的随军在山林中奔走 1938年初夏 冷云生下了个女儿 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可是就在冷云生下女儿两个多月后 丈夫却突然在战斗中心 不仅如此 抗连部队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日本关东军纠河为猛 为满军 对松花江下游展开三江大讨伐 七万多名日寇 对抗连第二陆军实施重点讨伐 其下辖的第四 第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 为了摆脱困境并开辟新的活动区 抗连四五两军必须牺牲 此时冷云要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 如果自己要跟随部队牺牲 那就必须舍弃刚刚两个多月的女儿 丈夫已经牺牲了 女儿是她唯一的念想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一边是自己出生不死的抗连队伍 冷云该如何指责